你好 大老爸 这是古党 买古党给我 这是古党 这是古党 我看一下 这里面都是吗 都是 好的 我看一下 你从哪里来的 我本来的 从哪里来的 你知道我这里说古党是吧 我知道这是古党 我可能都拿出来 好 这就是这三截是吧 就这三截 我看一下好吧 你看一下 这是 轴子的 这不是木头的 是轴子的 那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这个是轴子留下来的 这是轴子留下来的 你也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轴子雕刻的 这是一个 我们过去那个房子 后面有很大的一个轴子 是吧 他把那个轴子锯下来 锯下来 然后就 你们那个祖祖 可能请了一些好一点的 木家师傅 那个雕根 对吧 把他雕出来 这个是 你看那个森树 他们那个古人吧 都是很矫就的 雕出来的人物 你看他栩栩又生的 东西也是 马大这么大 就是过去用来插那个笔 放那个毛笔 放那个笔的 就是一个笔筒 这个称之为笔筒 那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一个老古灯 知道一个老古灯 走着呢 这个你就行了 12公分 这个一个土圆形 这里宽了 高 度了2公分 高的方向也是 高一点 16公分 这是藤的 这是一个藤的 是藤的 是个藤的 笔筒应该 这个都是老人家留下来 都不知道 差不当 这个笔字 这里就是一个笔筒 老笔筒 这个应该还是蛮重 应该有一半斤重 看一下 你称一下呢 称一下 有七年多了 是的 我感觉那个手很沉 不只一步进去买 不只一步进去买 七年多了 有七年多了 而且七年 他的手很沉 有点压手的 就是 看你也是挺漂亮的 知道 这是一个笔筒 我看一下这里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笔筒吧 应该是 那个 那个 挂在身上那个 巢 有可能是那个 端刮的 你们那个时候 端刮的一个巢 要不就是家里面 比较绞就 比较绞就 那个 原来 就是这样挂 挂起来 挂在那个脚上的 金银财宝 那就是说 那个 那些头 一些那些 地局 你们家应该 一些是地局家 他就喜欢收拾 搞些这些东西 那这样 先看一下 这里是108棵 是吧 108棵 您锁了 我看一下 有没有毛病 有没有问题 这一棵 可能是原来 那棵原石 稍微有点扣碰 有点那个 这里有一棵 有点问题 有点毛病 这些鱼都是蛮完整的 108棵 是很长 东西很长 鱼纸蛮好的 很白 很好 鱼纸很白 绝对 是 那就是这一棵 这里手指看一下 那这里也一棵 对对对 这个可能就是那个 原石多生 也就是有 原来是没什么 很大的影响 就是有点 不平 对有点不平 行了 您这里三戒东西 只有卖给我的方 您需要多少钱才卖咯 要多少钱才卖 多少钱呢 我讲多少钱是吧 这个橘子2000块钱行不 可以 可以啊 这么多是吧 嗯 这个符头就给您一千 行行行 也行是吧 这个符 这个橘子 主要是只给您出两千块钱的方 就是意思是说 里面有一颗 哪一辣哪一辣 哪一辣 不是 二十块钱一颗是给您出的 但是有点毛病 就是这样子啊 这一个符头 这个符头的方 就给您出一千 好吧 这里就三千了啊 嗯 这里给您出六百 六百块钱好吧 扣一 就三千六百块钱一起 好吧 行行 这三些东西给您出三千六百块钱 好吧 好 那我就扫微信给您好不好 好 现在老人家也都很时尚的啊 都有微信了的 来我扫您一下 我扫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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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接收一下 我把钱 接收一下 我把钱转给您啊 扫您扫切 六百块钱啊 行 好的 感谢了啊 下次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给我带过来的啊 好 好 感谢了 谢谢 对您生意先拿啊 好 行